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有点废话 然后有点没有逻辑 但我的中心思想就是 大学选专业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它不是说决定你人生每一条路的那一步 就是你迈出这一步 如果你进去了之后你觉得你迈错了 没有关系 你可以重新来过 就像我一样 我选择这个专业出来以后 我做三年 我觉得我不喜欢 那我依旧还可以辞职 然后出来干别的事情 Hello各位小姐女 今天这一期呢 是一起跟我一起化妆和闲聊的一期视频 然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呢 是高考之后呢 我是怎么选择我的那个专业 就是我选择的这个专业 我到底后不后悔 然后我现在所干的这一行 就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和我的那个大学的专业有没有关系 就是之类的这一些话题 就是一个专业选择和一个职业选择的一个闲聊吧 因为我今天还要去上班 我现在刚起床 你们也看到我的脸特别的重 然后今天要用到的粉底液呢 是这一个 豆鸡专用的这一个粉底液 它里面是含有水然酸的成分的那一种 然后我是用过几次了 我觉得吧是还行 就是不制豆 但是不制豆的同时呢 它的那个粉质呢 没那么细 毕竟它就是一个100块钱出头的那种粉底液嘛 然后它是含有水然酸的 所以说是可以去控制你的豆豆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买试一下 因为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对学生蛋来讲的话也是可以的 然后夏天用的话 也是可以起到一个那种控油的效果的嘛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就我的猫一直在我的旁边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非常影响我的发挥 挤在手上呢 是稍微有流动性的那一种 然后不是流动性特别特别强的那一种 我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没有给大家做一个那一个测评了 就这边和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我用它的一些感受 色号 我买的色号是 我买的色号呢 是200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猫 会不会就是经常发出 像猪烟的呼噜声 现在就和大家聊聊 我当时高考完 是怎么选择我的那一个专业的 我当时考完的话 我是考的时候没有考特别好 我的英语和语文都考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分数出来的话是没有特别好的那种分数嘛 然后爸妈又不让我初审读书 所以我当时是只能选择省内的学校 然后选择省内的学校嘛 选择又特别少 因为我又分数又不是考特别高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那种比较贵的学校 然后学的呢 就是当时报的话呢 我妈是说你既然报的话你就要报一个那种比较好找工作的专业嘛 选了一个会计的这个专业 然后我们系呢是会计系嘛 然后也是人比较多的那个一个系 也是我们学校 就是我那个学校最好的一个系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 确实是女生挺多学会计学财务的 我就想说这种出来的话 找工作应该挺好找的吧 然后我就报那个专业嘛 然后结果就这样读了四年 就是干净去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但是其实你到后期你去真的去深入接触它 你去学以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对这个专业也没有特别的感兴趣 所以我学的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 我虽然也有拿奖学金什么的 但是我都是在期末的时候去复习 然后去考试 然后就是那种拿奖学金 但拿奖学金的话也不是说拿那种 比如说特别牛逼的那种奖学金 就只是一个学校里面的那种奖学金 然后我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呢 我就去考证啊 就是该考的证我都考到了 比如说之前还需要那个会计成员资格证嘛 然后还有什么初级支撑 这些都是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已经考到了 就当时的话可以去找那种公司 然后去给你盖证 然后你就可以去考试嘛 然后我这些都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所有那种考级的证啊 然后计算机啊 英语啊 我都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大二大三之前 我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到大四的时候 整个大四的那个时间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无聊 今天用到的化妆工具和一些彩妆产品呢 是这一个美妆盒子给我寄来的 它叫做Dora Lab 这个 然后它是有给我寄了两个月的那个彩妆盒子嘛 就有一些眼影啊 然后洗发水啊 就直观了又洗发水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姐妹慕斯之类的东西 就还有布姆的这个口红 还有它的那一个化妆水吧 它五月的彩妆盒子里面呢 是有配四个这个刷子 然后这两个牌子好像是618的时候有做活动 大家可以去他们的那个旗舰店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他们直接寄给我的那种PR包裹 然后是没有收钱了 然后我想说今天要闲聊的话 就顺便和大家一起使用看一看它是怎么样 我拆到还没拆 因为最近太忙了 真的是忙到我真的 真的是话都不想讲 然后但是我想说 现在高考完嘛 然后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选择的专业的一些看法吧 然后还有人私信我 问我说考国企的一些问题 其实考国企的话 我觉得说你还是需要去了解的 就我是因为我 我妈是在国企他会上班嘛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内部的 比如说今年有招人啊 然后你可以去报名的这一类的这一种 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国企报名的渠道 其实很多国企它都是有官网的 就是国企的官网 它都会发一些招聘的那种那种公告的 你们可以去看 就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你是大三了嘛 然后下水桥升大四了 然后开学了差不多时间 你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些国企的那个网站了 它有一些是在秋季的时候招聘 有一些是在春季的时候招聘 那一年的时候我是比较幸运的 其实像我这种学校的话 它是不会在第一批的时候招聘的 我一般这种学校的话 它都是在第二批的时候才会招聘的 但是我那年我就比较幸运 我在第一批的时候就有招聘 然后我就去报名 然后就去考试了 然后我就考 它是一般考试都是分笔试和面试嘛 这眼影盘的颜色还蛮好看的 就还蛮夏天的 有绿色和黄色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的话呢 就是去报名 报名然后就去考了嘛 然后考了之后呢 就运气还蛮好的 就笔试也过了 然后就 就是笔试和面试的话 其实它中间差的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笔试了之后呢 它就会去改卷嘛 改卷了之后呢 就是看你说笔试会没有通过 通过的话它就会通知你去面试 然后面试的话 我当时也是运气挺差的 我面试的话是排在最后一个面试 我当时都不报什么那种希望了 然后我就去面试 面试完了之后我就在家等结果 然后后面结果更布了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上了嘛 我一直都觉得能量是守恒的 因为当时我是分手了嘛 就是也是因为毕业 然后找工作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问题 然后就和前男友分手了嘛 那其实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吧 像我前男友他是在重点大学嘛 然后是在北京 然后他就想说留在北京生活 但我的话 我不是很愿意待在大城市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完了 我讲话了就没办法化妆了 那我就用那个彩妆盒子里面配的 这个眼影刷来画一个妆 我现在真的很不喜欢没有戴镜子的那种眼影盘 就是你化妆的时候 你还要自己再另外找一个镜子 好 说回能量守恒的那件事情 就本来计划 本来计划说两个人要在一个城市里面去生活 然后去找工作去打拼的嘛 然后结果因为分手了 你整个人的人生计划就会出现一些改变嘛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我为什么会去报国企 也是这个原因 我当时其实没有非常的想进国企 因为我对国企 还有公务员这一类的 那个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就不是很喜欢这种体质嘛 然后我就没有想说要去报国企 那因为分手了之后 那段时间心态特别不好 然后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我就没有去想那么多 我就去报了国企 我就想说那我就试一下嘛 如果没有试案的话 我再去找别的工作 就把状态调整好以后 再去找别的工作 然后结果报了之后呢 就运气好吧 然后就考上了 然后考上了 就是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吧 就我进了那个岗位 和我大学学的是一样的专业 就是就没有说 你大学所学的专业 跟你就是未来的那个工作 是不匹配那种情况出现嘛 然后我就就觉得 当时还觉得蛮幸运的 就虽然说我没有很喜欢 那个专业 但是闻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就除了专业 我其他什么东西都不会 然后也没有说 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沾取一点 这个亮片色 坐在眼皮上 我就解释我的眼妆 我不想画太浓 这盘眼影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就是还蛮好画的 这个眼影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618它的活动 给不给力 给力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我发现那些 能一边画上一边聊天的 那种up真的好厉害 那我口红 我就用到BOOM的这个口红 它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然后这个的话 618是有活动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搞头发 因为头发现在就是 嗯 这种半长不长 然后特别热 然后又 你看 颜色又长得这种 更鬼呀 就是那种 挑染渐变的过分的那一种 那我现在就 一边搞头发 一边和大家继续说 进了国旗嘛 然后进了国旗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 确实不是我想要的 那一种氛围 就是我之前一直排斥国旗 我就觉得 这种体制内的单位嘛 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种体制内的单位嘛 就是有非常多的条条款款 而且 有很明显的那种 新老员工的那一种 那种 那种分开的那种感觉吧 就这种新老员工的分开呢 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是新员工 你就得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老员 老的员工呢 就是那些 比如我们年长的一些人呢 就是比如说 他进这个单位 已经很久的那一种 他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 比如说 我对电脑不熟啊 然后之类的这一种 说你们年轻人 就应该多看一点 多学一点啊 年轻人懂得比较多啊 就以这一类的那种东西 为借口吧 就是让年轻人 做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说 嗯 这种 这种事情不是应该是 活到老 学到老的吗 就你任何一个岗位嘛 你都不可能说是因为 你对这个东西不熟 或者说是你 觉得你上了年纪了 然后你就不去学它 你就说你学不会 然后就把这些事情 推给新来的人 那我觉得你这样的话 你一个单位的话 你一个企业的话 要怎么发展呢 就是 但是 没办法 就是体制内的单位的 所有的现状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当你熬到40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应该是要处于那种 半退缩的状态了 就是所有的活 都应该交给新来的人去做 就都会有这样的那种 那种心态吧 所以说 这是一个 大多数国企 可能都存在的问题吧 然后这种问题的话 我是受不了的 我就觉得说 同样是这个 这个部门的人 同样是这个公司的人 凭什么说 因为我是年轻人 我就要做更多的事情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 这种国企单位 年轻人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就是 领导都会说 你年轻人你要多干你活啊 你这样机会很大 然后什么的 你要多学点东西啊 然后才会有比较多精神的空间啊 其实这些都屁话 我去了以后就会发现 其实这种单位吧 你对我们这种年轻人的那一种 年轻人来讲 整个上升的空间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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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像我们单位吧 基本上的领导都是空间的 就是从上面下来的 就从上一级下来的 因为是国企嘛 然后国企的话 你就是上面还会有其他的公司嘛 就比如说 一个省 你会有一个总公司 然后 都有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领导 基本上都是空间的 比如说是上一层级别的人 他可能是在上面一层当主任 或者是当什么 当一个专责 然后他可能要升主任了 或者说 或者说是他可能要升副总了 但是他没有基层 但是他没有基层 锻炼的机会 然后他就会说 然后他就会空降下来 然后挂一年的主任 或者是挂一年挂三年的那种经历 然后回去了之后他就可以升职了 所以说其实你在底层的话 你想要晋升 你想要怎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种 这种单位的话 是有存在很大的那种人情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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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吧 就比如说 我的主任啊 他可能跟办公室里面的某一个大姐 即便说那个大姐 他很多事情都不会做 但是因为他跟他相处了很多年嘛 就共事了很多年 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他都会优先考虑那一个大姐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单位 不像是私企 私企可能也有一些那种 嗯 弯弯绕绕的我不太懂的那种那种关系存在吧 但是正常的这种 还是按照你的能力来 来去订你的那个薪资 或者说是一些你晋升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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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吧 像我的朋友 他是在外企 他现在是一个team的那一个组长嘛 然后他是有权决定 给他组里面的员工 加薪部加薪的这种这种这种权利的 就是他可以去跟他的老板提建议说 我觉得我组里面的这一个人不错 我想给他嗯 就是涨工资嘛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 他手上的权利可能就是说 可以给他涨一个多少幅度的那一种百分比吧 但最后的决定权势还是在老板那里的 但是他是有权利说去跟老板提这个建议说 我要给这个员工涨多少工资的那一种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在那种外企或者是私企的话 嗯 根据你的能力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吧 我觉得在国企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你能力越强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 你真的碰到一个非常非常欣赏你的领导 然后他会为你去争取很多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岗位的晋升啊 然后比如说 嗯 有很多锻炼的机会啊 这是一种可能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你能力很强 然后你很会干事情 然后领导会觉得说 嗯这个员工很会干事情 然后你又不是属于那种说比较会为自己争取那种性格的话 那你会越做越多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每天都在加班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那种嘴皮子很厉害的人 他的活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的活会逐渐的就是在你身上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挺能干的 也是重点带着毕业的 但是就是怎么讲 就是因为 嗯 他的性格是那种不是很会为自己争取的那种性格嘛 然后就就渐渐的就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我辞职以后啊 他基本上也是天天在加班 新款的领导他又不喜欢 跟他不对盘嘛 然后他也过得很痛苦 但他又不能辞职 因为他辞职之后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这边我就要讲回那个职业的选择的事情了 就是你所选 你大学所选的那个专业的话 是蛮关系到你未来的一个发展的 就是当然有一些人 就是你所从事的那个行业 跟你跟你大学的时候 所选专业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你能够找到那种 不是你大学所学的专业的那种领域的工作的话 而且还是你喜欢的话 这就是你很厉害的地方 大多数人毕业以后都会去找那种 跟自己大学所学专业 相匹配的那种工作领域嘛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去面试的话啊 就是也比较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面试官会知道说 你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 然后对 然后就会考虑很多吧 然后而且很多的那种专业都是 比较单一的那种 就是你出来的话 你必须到某一个领域去工作 不然的话你可能也找不到其他工作 说你真的是完全放弃你这个专业 但是你刚毕业出来的人 其实你很多人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自己想干嘛的 像我刚开大毕业的时候 就是前面跟你们讲 就是第一个是因为实验 第二个是因为 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到底想干嘛 然后有这个机会进国企 我就去试了一下 结果就进了 然后进了之后呢 我就待了三年嘛 我发现我真的不喜欢 就是从体制到整个专业和我所干的一个岗位的活 我都不喜欢 我就每天都是在那种 就是完成任务一样去完成我的工作 就是我没有一点点想往上的那种心 其实一开始还是有一点的 就是也有去参加一些 嗯就是公司举办的什么的比赛什么的 也有拿过程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可能是对我的领导太失望了吧 你就会觉得说你付出了努力 你的领导根本看不到 就是你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 领导都觉得说年轻人就应该的 然后你做这个事情都应该的 然后他并不会给你相应的鼓励 或者是给你相应得到的那种东西吧 就比如说有一年我去参加了一个比赛 我是拿到了成绩的 就是正常来讲的话那一年整个部门的 嗯那个年终绩效应该是要给我的对吧 然后他就给了一个 就是那一年其实也蛮辛苦的一个姐姐 但是那个姐姐跟他比较熟 然后就觉得挺不公平的 因为那个比赛 整个比赛下来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我连去参加比赛都没有人陪我 就是别的公司都会有领导啊什么的 陪同去参加比赛 我的领导说他不懂啊 他说我不懂啊 我陪你去没有用 然后我就是一个人去的 然后但是获奖了之后呢 是有奖金的嘛 然后我的奖金 我只拿到了50% 剩下的50%都被他给拿走了 就是他就以说 哦我要去感谢谁谁啊 那种名义 然后就拿走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 你一分力都没有出 然后我付出了三个月的努力 就是在上班之余 晚上加班 然后还要搞这些 然后嗯就是真的 然后年终绩效没有给给我评到A 然后我就整个就是真的是很气 但是没办法 我跟你们说 企业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踏入这个社会 你就必须接受这种不公平 然后你不想接受这种不公平的话 你就朝他们鱿鱼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 再惹了一年之后 又换了一个领导 换了一个更厉害的领导之后 我就再见 我就不想在这个公司待了 就是完全不想待了 我就直接辞职 辞职出来自己创业了 然后关于创业的故事呢 我就嗯 在之后再跟大家讲 你们可能会问我说 嗯 后不后悔 就是选择 嗯 财务这个专业 我觉得可能也不准 不能说是后悔吧 因为毕竟 当时的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啊 因为这就是你自己 能力不足的一个表现吧 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你在大学的时候 尽量去多学一点东西 就是你本身的专业 你可以好好的学 但是在学习你专业的同时呢 你可以去学习一些别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 你现在的高考成绩出来之后 不是你所想 不是你满意的那个成绩 然后你能报的学校也很局限 然后你报的专业 也不是你想要的专业 但是你也不用急 因为现在不是可以转专业吗 除了转专业之外 你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 去学习别的东西 去考别的证 我现在就非常后悔 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 学任何的东西 这是我非常后悔的 所以我现在在辞职了之后 我又去学了跳舞 又去学了很多东西 我就想说 真的我觉得 真的不怕老 也不怕说你年纪怎么样了 我觉得你想学 你就要去学 这个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大家一定要去 多学点东西 多看一点东西 因为我觉得未来 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不代表三五年以后 还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这边给 就是一些高考生的建议就是 还有一些即将毕业 或者是还在上大学 你们的建议就是 多学一点东西 多去看看 多去接触一些 不同行业的东西 你真的会发现说 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 你不用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 就我现在从国旗辞职了之后 确实是 没有无前一定的保障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我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人是过得开心的 而且 我可以去尝试 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不用每天加班 然后也不用说因为 我要上班要怎样 就是把自己挂在那里 我就觉得说 人还是要大胆一点的 踏出去的 就是你不踏出去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我什么都不行 但其实不是的 你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只是你自己没有去尝试而已 然后你也没有找到你 适合你的那一条路 如果你找到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路都适合你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 一个过程吧 然后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有点废话 然后有点没有逻辑 但我的中心思想就是 大学选专业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它不是说决定你人生 每一条路的那一步 就是你迈出这一步 如果你进去了之后 你觉得你迈错了 没有关系 你可以重新来过 就像我一样 我选择这个专业出来以后 我做三年 我觉得我不喜欢 那我依旧还可以辞职 然后出来干别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们不用怕 就是 我就是一个例子 而且我虽然拍视频 但是我没有选择全职博 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这条路不适合我 我真的冷静思考过非常久 也考虑过签公司这些事情 这些我都考虑过 但是我认真的思考了以后 我发现我不适合当全职博主 因为我真的也不适合 在这些人一直给你们卖广告 一直给你们安利 很多那种 就是比如公司安排给你们那种东西 我不适合 我真的是非常不自然那种人 如果是做这种安利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不适合走签公司这条路 也不适合走全职博主这条路 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选择自己出来创业 这就是我的选择 我就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一个毕业了好几年 然后离高考已经有八九年时间的人的 一个经验之谈吧 虽然对代表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帮助的话 那就